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 转 赞 评和订阅数量等,而想要获得这些数据,就要让用户看到我们的视频,也就是要在YouTube上有高排名,因为排名越高,我们被用户看到机会越大。 那我们该如何在YouTube搜索中抢占排名,优化点击率与竞争流量呢? 那接下来,我们从关键字,标题,内容描述,标签和缩略图五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些提高影响视频排名因素的方法,帮助大家提高YouTube视频排行,从而进一步提高点击率,增强流量竞争力。 一,关键字在产出内容前,我们必须知道,作品对应的关键字是什么,并将其贯穿主轴。 有搜索,就会有热度。 作品中包含,受欢迎的关键词的视频。 在,YouTube搜索结果中的排名,会相对较高,进而提高观看量,和观看时间。 这就需要我们知道,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更具有竞争力的关键词,建议使用Google Trends,谷歌搜索趋势,去比较已经锁定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键词的热度。 例如,Travel和Expedition都是旅行的意思,但是我们,通过趋势对比发现。 在美国,Travel的热度,要比Expedition高,很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Travel作为关键词的一部分。 因为用户在搜索,旅行相关的信息时,更偏向于搜索Travel这个关键词。 2.标题使用合适的关键词,可以提高我们,被看到的机会。 但是具有吸引力的标题,才能让用户产生点击。 YouTube的官方建议是,标题包含,有价值的信息。 可以让观众在搜索时,更容易看到你的视频。 那具体什么样的标题,吸引用户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两个,撰写标题时的小技巧。 帮助提高视频点击率。 1.标题简洁且标准YouTube,有超过一半的流量,来自于移动设备。 太长的标题在浏览时,无法完整读取。 过多的关键词,也会干扰中心主题。 所以我们要尽量简洁。 把最主要的,最能代表我们主题的,两个关键词,放进标题就可以了。 例如,我们要做一期,关于LED显示屏新品,介绍视频。 我们的关键词是LED显示屏。 那我们在撰写标题时,用合适的句子,把这个关键词包含住就可以了。 例如,带你体验,720度,全景世界的,LED显示屏到底有多酷。 涉及的过程细节。 结果不必在标题中,表示出来。 因为这些词会影响用户,对视频内容的判断。 二,尽量将关键字往前摆,不光要简洁标准。 关键词的位置,也很重要。 Black Linkle,国外某知名营销策略优化网站,对关键字的位置,做了实验。 发现关键字,在标题的越前面,排名越高。 因为用户,在阅读习惯上,对焦前面的字,会赋予更多的注意力。 这结果可能会因人而异。 不过,是值得尝试的方法之一。 例如,30个LED显示屏终极对比。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关键词LED显示屏在第一句话,主体内容,也在第一句话,表达清楚了。 让用户立刻就知道,这个视频的主题,是什么。 三,描述YouTube会借助描述中的文字,来判定视频,与关键字的相关性。 推荐视频栏,是大多数频道观看量的,重要来源。 优化描述,可以让系统更加了解,我们的视频内容。 让视频出现在,推荐视频栏里。 来增加视频的曝光机会。 进而提高视频,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 除了可以增加,系统识别之外。 也有利于用户了解更多,关于视频的内容。 比如,关于商品,更详细的规格与描述。 文字与视频配合。 更精准说服用户。 进而提高点击率。 四,标签整理完关键词。 标题和描述之后,我们最好也给视频贴上标签。 当用户查看某类视频时。 带有相关标签的视频,更容易获得推荐。 以此增加展现和点击。 这里建议大家,添加视频内容的关键字,以及与其相关的主题。 例如,讲述提高YouTube视频排名的视频。 标签可以使用YouTube排名。 运营技巧。 另外,也可以参考竞争对手使用的标签。 这样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视频,出现在竞争对手的相关推荐中。 Tips。 标签不要使用超过五个。 因为过多的标签,会让YouTube系统不知道视频的重点。 五,缩略图一般来说。 当文字和视频同时出现在同一个页面时,会不自觉地将视线集中到占比更大的视频区域。 然后才会仔细阅读标题。 所以缩略图和视频预览非常重要。 在YouTube做自定义缩略图的时候,可以考虑两个优化方向。 一,缩略图的形式,可以尝试用不同形式的缩略图来观察,哪种点击较高。 例如,露脸的照片,商品的图片,视频的截图,制作的插图等多种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形式的缩略图,都要围绕视频的主轴来制作。 才会让用户在看标题之前,知道视频的主题。 带着目标去看预览视频,可以让用户对他更感兴趣。 二,与众不同在页面众多的视频中,一定要让用户第一眼注意到我们,才有利于进行下一步操作。 我们在YouTube搜索某类视频时,推荐的所有视频都有一定共性。 也就是说,用户在看到我们视频时,也会看到竞争对手的视频。 那如何让我们的视频与众不同,更具吸引力呢? 那企业就要根据实际环境灵活调整缩略图,让它明显区别于竞争对手。 比如,与竞争对手缩略图使用的配色做对比,增加在清单里的视觉能见度。 竞争对手的缩略图,大部分以灰度较高的颜色来做底色。 那我们就可以用高饱和度的底色,来与其他视频区分开来。 让用户第一眼,被我们高亮度的缩略图吸引。 Tips 1.除了优化关键词,标签等因素外。 上传字幕,也可以协助YouTube更好的了解视频中的内容。 从而增加曝光率。 而且,YouTube字幕,可以进行语言转换。 观看者与我们语言不同时,也不会影响视频观看质量。 高质量的视频观看体验。 inclined计划 观看体验。 观看体验 Bei� Discovery